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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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我放弃掙扎了 看不懂 看不懂 驴的浑身都是宝 什么才是商丘人口中的驴三宝 他说的臭宝 敲打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我每一次到河南来 早上都得起来去找一碗胡辣汤 叫今天挺奇怪的 我从那边走过来 一路就是没见着胡辣汤 见着一个那个汤 那个是因为我不会念那个字 问问去 您好 这是啥汤啊 啥汤 是啊 啥汤 这个字念啥 这个字念啥 这就叫啥汤是吧 好喝得很 你尝尝 说好喝得很 咱去看看 沙汤是沙汤 商丘方言中的萨和沙的读音很相似 于是萨汤常常被念成沙汤 对于当地人来说 这道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味道 是他们每天必吃的早餐 主妇们常常手提保温筒 给全家人带回去 来 我要碗萨汤 对 但这碗萨汤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喝上一口了 果然很爽 然后你细细品的时候 混合这各种综合肉味的汤 咕嘟一下就灌到你嘴里去了 好像有很多无数那种微小的肉丝 在你的牙缝里面纠缠 可是你看在这捞半天 你又捞不出什么明显的肉 我越喝越感到困惑 吃肉不见肉的萨汤 颠覆了我对汤的理解 这碗萨汤究竟是如何做出来的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我找到了萨汤店的老板 任亚大哥 人大哥说 眼前这汤虽然看不见肉 却号称肉汤中的肉汤 这不禁让我更加好奇 肉到底在哪呢 此时任大哥却卖起了关子 要想知道这汤中肉的秘密 还得先跟他去一趟市场 到了 我们现在是先要去买什么呀 买牛肉 牛肉 对 等我一下 好 这个搬着吗 搬着 特有气势的一个喷 买牛肉的方式都这么豪横 肉肯定也不一般 你拿哪儿的肉啊 后腿 任大哥还说 这家店的牛肉种类齐全 但只有后腿肉才能入它的法眼 整块拿下 再配上两根硕大的牛磅骨 骨肉搭配熬汤必备 买了满满一盆肉 终于可以回去熬汤了 没想到任大哥却让我别着急 来老板 买完牛肉仅仅是第一步 要两个 这个 要两个 这个 它的要老杨的 老杨 它要比我们平时卖的 要还要老一点 所以还有它的限定款对吧 对对对 行 那给我们拿来吧 行吧 居然还要买羊肉 牛羊肉的混搭 又是怎样的神奇操作呀 这差不多了吧 再买两个老母鸡 还要买鸡呀 对 这里边现在有牛了 有羊了 还有鸡了 牛骨 我觉得是全肉汤 牛肉要精选黄牛的后腿肉 这样的牛肉肉制紧实 口感绝佳 羊肉是当地养殖的山羊 肉纤维粗长 更耐煮 好喝的汤一定离不开老母鸡 而三年以上的老母鸡 能让汤达到浓郁鲜香的风味 牛羊鸡只需简单处理 大块的肉才能保证 肉纤维的相对完整 花椒 老姜 草果等 二十多种调料的加入 能够在去除肉腥味的同时 激发不同肉质的鲜香 食材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接下来又该如何熬制呢 任大哥 你看那个汤包咱们丢进去了 这肉骨头都在上面了 我的手也准备好了 咱一起放进去吧 不能一起放 不能一起放 先放牛骨 牛肉 羊肉给鸡等我再放 我知道了 因为这俩熟得比较快 对吧 这个比较难熟 这是起 起二是把那个牛骨给牛肉 是烤烫的 是包烫的 它挺香 羊肉给鸡 它是挺香的 牛肉的纤维更粗 需要先熬煮三小时 直到牛肉熬成软烂的状态 此时汤汁吸收了牛骨和牛肉的风味 成为圆汤 这是炸汤最基础的香味 再放入羊肉和鸡肉 勾切面粉为汤增加浓度和粘性 使熬煮好的肉丝和汤 完好融合 让人在喝汤的同时吃到肉 我看您这个好像比较费体力 我来吧 不行啊 您要不为胶子里淘尿糊了 就不完喊 糊了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难的 也就是 哦 这个还挺重的 这个棍子 你要着急使蛮力还不行 不行 只有经过繁复而细致的熬煮过程 才能让萨汤达到 吃肉不见肉的浓香风味 任大哥最终告诉了我 萨字的秘密 你看那个萨汤那儿 萨字 天天老 月月老 非一日之功 哦 原来最后那个酒 韭菜的酒是非一日之功啊 好的 味道一定经历了 时间的打磨 这也是当地人数十年如一日 钟爱这口老味道的原因 对于很多老食客来说 早晨能喝上这口老味道 这一天才能够元气满满 商丘地处淮河流域 室内河流密布 丰富的河仙资源养育了商丘几百万的人口 然而众多河仙中 当地人却独爱一种鱼的味道 据说这道鱼因为吃法独特 而备受当地人的喜爱 很多老商丘人每天都得用它下饭 什么样的鱼能够如此受欢迎呢 为了尝到这道美食 我找到了当地公认的鱼王 陈川 他做鱼的手艺是当地的一绝 他告诉我 想要制作这道美食 首先要和他去鱼塘里 捕捞最新鲜的食材 于是我和他约好 一早见面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咱那个鱼网 那么小的鱼网啊 对对 还一会儿要去打鱼 就拿这儿能捕捞什么鱼啊 跟我来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好吧 还卖个关子 那走吧 走 行 好 走了 看着沈川手中这么小的鱼网 我一时难以将它和鱼网联系起来 不过这道让我更加好奇 这小小的鱼网内有什么乾坤呢 这水有多深啊 这水有四五米深吧 那这个网我看好像挺短的 也就一米多吧 对 面对这么大的湖面 却只用面积七八平方米的小网 沉川的捕捞方式让我很是疑惑 这能捕捞上什么样的鱼呢 哎 怎么用呀 大鱼咱们用不了 大鱼不用啊 对 就只要小鱼吗 对 这么小啊 我看看 这才一扎这么大 对 这鱼有什么吃头 不只剩下刺儿了吗 到时候我做好 你尝就知道 原来用小网就是为了捕捞小鱼 就连稍稍大一点的鱼 都要被一条条地扔回鱼堂里 看看我们一上午 这么多的鱼 虽然体积小的 但是数量相当感人啊 是吧 每到秋冬季节 鲫鱼进入成熟期 小小的鲫鱼肉质饱满 口感最佳 但是鲫鱼刺儿多 要想处理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陈川说还得找到懂得其中门道的人 回来了 这是你嫂子 你好 嫂子 这是笑笑 你好 我来 我来 刚刚捕捞的鲫鱼十分新鲜 倒入水中清洗 接下来就是陈大哥家女主人 李娟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我们今天专门都跳的都是小鱼 对 她现在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小的 就是要这种小的 小的好吃 划开肚子 把这个刀尖 插到里面 插到里面 鱼头最里面 时间往外变 怎么样 可以才行吗 可以 这就好了 对对 这样就好了 那个 鱼呢 鱼不刮一下 不不 不去鱼 我们特色就是不去鱼 然后这个塞也不扣掉 塞也不扣掉 对 塞也不扣掉 它是洗干净就行了 不去鱼鳞鱼塞的鱼 我倒还真没尝过 鱼鳞中不仅富含丰富的钙 鱼等营养元素 还能完好地保护鱼皮表面的胶质 让口感和营养完整地保留下来 清理好的鲫鱼还要依次麻好 再风干三小时 等鱼身表面的水分全部蒸发 真姐又在鱼身上化起了妆 我开始接近了问题的真相 我们是要做鱼竿吧 不是 不是 不是做鱼竿 不是鱼竿 你这不在刷盐水吗 这个不是盐水 这个是蜂蜜水 这个是甜的蜂蜜水啊 对 甜的蜂蜜水 我真是不懂了 那这是要做蜜枝烤鱼吗 不是 不是做甜的鱼 这个蜂蜜水不是为了让它甜 那是为了干什么呀 你别急 我们接下来要看 还不告诉我呀 行吧 我放弃挣扎了 看不懂 看不懂 一步都看不懂 这些鲫鱼看着倒挺普通 但是制作却是步步迷团 刷完蜂蜜水的鱼 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 但是娟姐说 奇妙的变化 要在下一步才能看出来 两面都要刷 好的 鱼头鱼尾全部都要刷上 刷完蜂蜜水的鱼身 还要风干三小时 等到水分蒸发 蜂蜜包裹住鱼身表面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风干后的鲫鱼表皮变硬 倒入油锅 油炸声瞬间奏响了起来 鲫鱼在热油的炸制中 色香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太香了 这个炸鱼的香味 而且这个鱼的颜色 它都不是那种金黄色 它已经成焦糖色了 这颜色太好看了 对 这就是刚才咱上蜂蜜的作用 蜂蜜水是为了上色的 对 我说呢 扫胎给我卖一大关子 终于在这找到谜底了 蜂蜜不仅是甜味的来源 还是为食材上色的绝佳魔法师 将蜂蜜均匀涂抹到食物表面 经过油炸或煎烤 蜂蜜中的糖分 遇到高温就会变色 这种烹饪技巧 让食物变得色香诱人 令人食欲大增 看着炸好的诱人小鱼 我以为就可以吃了 陈川却说 这只是半成品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你看看这个阵仗 这终于得是到了最后一步了吧 对 是吧 对 这一步就是装锅 这是最后一步了 是不是倒进去就行了 不是 这个是要那个一层一层的压紧 压紧啊 随着这个锅形装 我看看怎么压它 这个时候看出来要一样大小的重要性了 要不然你手都不好拿 对 是 让你开始随着锅形 鱼随锅形 鱼头朝外 鱼尾朝内 依次紧密排开 陈川告诉我 摆锅最大的要点 就是要将鱼肚朝上 这是为了让沸腾的汤汁 能够落入到鱼肚内 使鱼身充分入味 倒入一比一的水和老汤 淹没鱼身 经过七小时的炉煮 让我迷惑了一天的小鱼 终于要见到炉山真面目了 哇 哎呀 好漂亮啊 你从上面一看好像是 有点像那种歌剧院的一个大园场似的 对 我尝一块吧 行 我来给你加一个 尝尝 都软辣了 完全就辣了 一咬之后 那个骨头直接就分开了 对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说 不让去这个淋骨头刺 因为完全地酥了 跟肉融合在一起 而且你在咬的时候 那个肉汁就会从这个刺里面 刺缝里面 从各个缝隙里面渗出来 那个口感就像爆浆了一样 你算是吃出这个鱼的精髓的 这个鱼的特点就是骨刺酥软 然后鱼鳞鱼骨都能食用 哦 那这鱼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鱼就叫躁鱼 在我们当地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糟鱼有多糟 没牙也能嚼 糟就是糟酥软烂的意思 经过长时间掳煮的糟鱼 肉糟行不糟 鱼身完整 肉骨酥烂 入口即化 糟鱼三餐皆可入食 对于老商丘人来说 这是必不可少的老味道 陈川家的糟鱼 永远都是供不应求 但今天制作的糟鱼 它要带回家 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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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笼蛋蛋 你生日愿望是什么 我第一个生日愿望 是当宇航员 我第二个愿望是 希望爸爸妈妈能多多陪陪我 这个愿望 平时很少见到伯格妈妈 哦 为什么呀 平常我们俩忙 大概就一个星期见他一次 那还不一定 还不一定 晨晨告诉我 平日她和娟姐在郊区做糟鱼 儿子都是跟爷爷奶奶生活 一个月也见不了几次 每次回家都要给儿子带上一份 她最爱吃的糟鱼 儿子说每次吃糟鱼 都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糟鱼不仅是商丘人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美味 更是陈川一家人 亲情相聚的扭蛋 众里寻他千百度 咱们今天是物里寻他千百度 这个地方叫做麦仁村 你看着可能普普通通的 可是有玄机 就在这方寸之地你看 停了三辆车 而且竟然是来自不同的省市 他们大老远跑出来干嘛呢 刚刚隔壁一大姐跟我说了 这个地方不寻常 它可是高速公路的 一个著名的打卡地 大家都在打卡 这条街上 全部都是卖的驴肉 哇 你说这驴肉 能有多好吃啊 咱得找一个行家里手 带咱去吃 俗话说天上龙肉 地下驴肉 驴肉在人们的心中 有着特别的地位 一旦有懂得烹制它的人 味道一定令人叫绝 人们喜欢吃驴肉火烧 就是因为驴肉鲜而不柴 肉质鲜嫩的特点 不过在战吉镇的麦云村 驴肉地道的吃法 就是来一套驴三宝 为了见识这道美味 我找到了当地号称 驴肉王子的新永镇 新永镇是家族制作驴肉的 第七代传人 从小就在家族制作驴肉的 氛围下长大 让它对驴可谓无所不知 驴脾气一向形容人的脾气 古怪而难以接触 但是脾气再坏的驴 在它面前也会变得十分温顺 咱们挑什么样的驴啊 挑三年以上 三年以上它的肉质比较减实 所以还得有一定年龄阅历的驴 对 那怎么看这个驴是不是三年以上呢 看它们的牙 全部是白的 这种就是老驴 就外面一层是白的 然后里面还里面有芯 就像你啃过那个玉米棒子之后 看到玉米芯的样子 它是两层 驴三宝的第一宝就是五香驴肉 成年的瘦驴肉质紧实 脂肪含量少 是制作五香驴肉最佳的选择 做五香驴肉的关键是 老汤 经过长期沉淀的老汤 芯香物质丰富 卤制出来的驴肉肉香色浓 接下来还需要六小时的文火熬煮 让大块的驴肉慢慢吸收汤汁的风味 看着慢慢沸腾的锅 我对五香驴肉的味道充满了期待 永振却在一旁做起了菜 他说这个像豆腐一样的东西 就是驴三宝的第二宝 不过吃过它的人往往只知道它的美味 却不知道它是什么 加入青椒和洋葱一起闻火漫炒后 看模样确实猜不出来 但浓浓的香味已经诱惑到了我 它很软啊 筷子碰到的时候你觉得很容易加碎 对 它很脆 它这个口感很奇妙耶 是不是很脆 是 而且你直到吃到最后一小块的时候 它在你的牙齿当中还是在弹你的牙 永振说这其实是驴血做的美食 用血制作的食物我吃过不少 可是用血制作的白色食物 我还是第一次吃 驴血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变成像豆腐一样的白色呢 蒸出来之后就会变成白色的血 蒸出来就变白 一点红色都没有了 对 对 一点没有 这是什么神奇操作啊 原来新鲜的驴血中加入适量的盐 使驴血中的血红细胞凝固成棉花状 血红细胞沉淀后 上面一层粉红色的血清 就是制作驴白血美食的原料了 将粉红的驴血血清用小火蒸二十分钟 蒸熟之后的驴血血清就成白色了 白色的驴血血清吃起来口感更爽滑 味道更清新 此时驴肉经过六个小时的卤制 香味扑鼻 热锅沸腾的声音顿时让人充满食欲 哇 这种特别有冬天的感觉 喷香喷香一大锅肉 这是什么地方的肉 这是脖子上的肉 尝一下 尝一下啊 好好吃啊 有点像是猪蹄的那个口感 我再给你配个烧饼吃 当地人购买驴肉常常自带白膜 将驴肉直接装在白膜里 和驴肉火烧的吃法如出一辙 太好吃了 还有比这是更往事的东西 还有更好吃的 对对 早说啊 我带我给你留点胃容量啊 什么东西啊 驴板筋 驴板筋 对 这个是有专门的做法 哦 不是这么加着吃的 对对 还有需要第二次加工 驴板筋 驴背部两块连接全身肌肉的主大筋 因其独特的纤维组织 吃起来非常有嚼劲 而深受人们喜爱 先用面粉和水打成面糊 搅拌均匀 加入鸡蛋 通过搅打将大量的空气带入 让面糊更加蓬松 且增加鲜味 再将小块驴板筋倒入和好的面糊 搅拌让面糊充分包裹驴板筋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呢 还需要敲打 敲打 敲打 敲开 打散 对 是吧 连打散方纸都粘到一块 粘成整个的 对对 敲散的驴板筋 还要在锅中炸至生黄 出锅后 酥脆的表皮在互相碰撞中 发出咯咯的声响 撒上胡椒粉等调味料 给板筋再次提味 一盘色香味俱全的油炸驴板筋 就完成了 哎呀 好香啊 嗯 它是一种很令人惊喜的口感 就是感觉那个QQ糖一样的 在你嘴里面QQQQ 在不停地弹 它外面是酥的 里面是软的 而且非常有嚼劲 油炸驴板筋 清炒驴白血 五香驴肉 就是当地特色的驴三宝 小心养驴弄长时间 是不是也有点驴脾气 他已经是第七代传人了 是吗 对 爷爷是第五代 对 第五代 那将来这个传承的任务 就交给睦睦了 好好好 睦睦点头说 永振说 自己的爷爷 每当说起家传味道 总是满满的自豪 他也希望像爷爷那样 让家族制作驴肉的手艺 代代相传下去 此时家宴已接近尾声 而味道传承的故事 一直在延续 商丘人追求的平和适中 不偏不倚的口味中 有着对食材和工艺 近乎苛刻的讲究 这是一代代人 对原则的坚守 任大哥又迎来了 新一天的客人 不论男女老少 萨汤依然是深受 食客们喜爱的早餐 冬季又到了沉川最忙碌的时候 它的遭遇还是会准时出现在 当地人的饭桌上 一日三餐 商丘人少不了这口美味 慕名前来购买五香驴肉的外地人 络绎不绝 新永镇也在不断研究着驴肉的新式做法 希望将驴肉做出更多的创新菜品 古城商丘 人们用对故土的热爱 传承着家乡的牢味道 商丘的美味不仅来源于这片土地的赐鱼 也来自于对传统工艺的代代相传